今天我们来看的大房子是在Sara Toga 这个房子也是今年2020年新盖的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建筑 整个是一个大平层 Sara Toga这个城市 大家知道现在非常火的Zoom Zoom的CEO就是在Sara Toga住 这边有非常多的华人 然后社区不错 并且学区也很好 我们现在一起进来看一下 这个门好高 整个房子是有5个卧室 4个卫生间 差不多3500尺的居住面积 就是350平方米 进门之后的左手边 就是这边有一个FIRE PLACE 算是一个FABULATE 就是大家全家人可以一起坐在这边 或者是一个会客区 你进门的右手边 这里是一个书房 这里是一个小的ADU 它有自己的小厨房 这个就是一个小的studio 这是它的衣柜 然后呢这边是studio的 自己的一个夫吧 所以身间还可以泡澡 这个就是大厨房啊 非常宽阔 然后呢配色是现在很流行的蓝色和金色 跟我们上一家看的新房 设计比较类似 因为这都是现在最流行的 坐在这样的大客厅 享受着后面 如果有人在给我做饭 心里一定是美子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大厨房 这个就是设计的一些小细节 它有专门的插头 可以在这边放个手机充电 或者放一个职能音箱之类的 让我们在复方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很无聊 今天都是豪宅的标配 跟上一个房间用的电器都是一样的 高级 高级 钱 这个冰箱超级大 能放下一家八口 一周的食材 可是我有点很好奇 就是上面的这种柜子 应该怎么拿呢 难道要拿梯子吗 是真的很高 因为这个顶高也很高 差不多有12只 这一排整个的窗户都非常多 从这边到这边 虽然这面相对来说更吵飞 就是没有直射的阳光 但是由于它窗户很大 所以还是很亮堂的 这个房子的院子有0.27acre 也是非常大的院子 0.27acre的院子 后院子绝对足够大 可以放一个小乐园 如果小朋友想要搭滑梯也搭得下 还可以种非常多不同的树 这里有一个小的white bar white bar呢就是平时放手 然后很casual的可以在这边 准备一些喝的 然后如果有跟朋友一起的一个下午茶 房子和新房的一个区别呢 一个是在于设计是不是合理 层高高就会显得整个房子更通透 然后储物空间多 在居住的过程中会感到更加的方便 我发现这个房子跟上个房子是差不多的 这类似主卧都有一个设计感 非常强的灯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像没有 每一个都是不规则的小石头 然后开开之后感觉就还蛮好的 这里是主卧的布鲁士衣橱 应该放得下女主人所有的衣服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主卧的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真的size非常的好 这个size可能跟一些其他房子的卧室 大小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个平层大豪宅就看完了 跟刚刚的那个两层龙的豪宅比起来 这个房子是一个大平层 但是其实并没有小多少 我仰是有五个卧室 三千五百尺的居住面积 四个卫生间 但相对来说这个房子就更便宜哦 只要三百六十七万五千块钱 你们喜欢这个房子吗